大家好,我是頭規。今天要講的案件,在韓國引起了極大的關注。 在2019年11月,28歲的趙恩愛和男朋友崔先生為了慶祝相識三百日的紀念日,來到濟州島旅行。 但是這次旅行當中,男朋友就因為走後駕駛,導致交通意外,令女朋友趙恩愛成為了植物人。 趙恩愛的家人在展覽她的物品時,無意之中在手機發現一段錄音,錄音的內容令所有人都感到無骨悚然。 那麼他們這次旅行當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當中又有隱藏著什麼秘密? 2019年11月9日,趙恩愛和男朋友飛到濟州島,在當地租了一架開逢車,開始了紀念日的旅行。 旅行的第一站,他們選擇了濟州島的濟州市,一個名叫做歸德里的安靜小村莊。 11月10日凌晨1時,歸德里的居民被一聲巨響驚醒,趙恩愛和男朋友所乘坐的開逢車,在距離歸德里2公里的海邊。 一個轉的馬路上發生了嚴重的交通事故,車頭已經完全毀壞,路邊的石頭也被撞穿。 男朋友崔先生立刻打電話報警,當警方來到現場時,崔先生站在開逢車旁邊,與警方解釋整個過程。 崔先生只是受到一些輕微的疲愛傷,但是原本坐在副駕駛座的趙恩愛,就整個人從車裡飛了出來。 躺在事故旁邊的馬路上,失去了意識。趙恩愛被迅速送到附近的醫院搶救,她情況非常危急。肩膊和臘骨都有多處骨折,還有嚴重的腦損傷和肺部損傷。 在之後的一年時間裡,趙恩愛接受了大大小小數十次的手術,包括開腦手術,但是情況依然沒有好轉。 醫生表示,趙恩愛能以植物人的方式傳活,其實已經是一個奇蹟,要蘇醒之後恢復正常人的生活,根本是沒有什麼可能。 2020年8月23日,在病床上毫無意識地睡了將近一年後,趙恩愛離開了人世,趙恩愛的家人對於這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很難釋懷。 甚至多次找到警方,希望以謀害罪名控告崔先生,而趙恩愛家人對崔先生的懷疑也不是毫無根據。 趙恩愛的父母,在她很小時候就離婚,她與姐姐照受愛,相依為名。 妹妹的突然離世對於姐姐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打擊。事故發生大約兩個月後,姐姐在整理趙恩愛的個人物品時,打開了趙恩愛的手機。 姐姐翻看妹妹的照片和手機裡的錄音備忘錄,因為姐姐知道趙恩愛一直都有使用錄音備忘錄的習慣。 她姐姐想從錄音備忘錄裡知道與事故相關更多的線索,結果真是被她找到一段無骨悚然的錄音。 整段錄音超過一個小時,時間是11月10日,即是事故發生當日。 錄音文件亦記錄了事故發生前,趙恩愛與男朋友最後的對話。 我們先來聽聽錄音中的關鍵部分。 ,還想要贏了? 你有沒有什麼? 我都要贏了現在時間到的。 不會變成一個傘? 為何? 你會經歷你後面不明不少的事? 我們能所有人說出來。 我們再想等下. 我們是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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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錄音中,我們可以聽到,在原本甜蜜的紀念日旅行中, 崔先生就提出了分手,趙恩愛嘗試挽留,但趙先生似乎態度非常堅決,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在事故發生之前的幾秒,趙先生注意到趙恩愛並沒有扣上安全帶,她還說了一句:「你沒有扣上安全帶?」 之後趙恩愛回答說:「是呀。」 然後趙先生毫不猶豫踩上油門,然後交通事故就發生了。 除了這個錄音檔案之外,趙恩愛手機內的一段錄影,更令人十分震驚。 在錄影中,趙恩愛叫男朋友笑一下,但男朋友就回答所問地說:「我們要左轉。」 趙先生為何在此突然提到左轉呢? 事故發生的彎道也是一個左轉的彎道,難道是一個巧合。 根據趙恩愛的姐姐所說,趙先生只要一喝酒,就會與趙恩愛提出分手。 而走醒了有意識後又會和好,這樣反反覆覆不知道多少次, 留在趙恩愛手機中的短訊內容也證實了這一點。 在最後的一次提出分手,又和好後無奈,趙先生就計劃了這一次的濟州島旅行。 在旅行開始之前,趙恩愛都滿懷期待,她做了不少資料搜集,預定了酒店和餐廳,但兩個人在租車的問題上曾有爭執。 趙先生堅持要租開逢跑車,但當時是11月份,雖然濟州島的溫度比韓國其他城市要高,但都已經進入初冬。趙恩愛覺得坐開逢跑車氣溫會太冷, 而且租跑車一天的費用是10萬韓元,相等於700多港幣。趙恩愛認為不如租一輛普通車,然後將錢用在其他吃喝玩樂方面。 但趙先生十分堅持,她說租車的費用她會負責。 意外之後趙恩愛被緊急送到醫院,一位在濟州島居住趙恩愛的朋友韓先生,收到消息後也趕到醫院。 在醫院韓先生不斷問趙恩愛的男朋友,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突然間會發生這麼嚴重的車禍? 男朋友崔先生只是回答表示自己什麼都不知道,但韓先生當時心裡已經感覺到事情並不尋常。 有關於一些車禍的案件,我們之前也做過一宗榮譽謀害案,是關於一個印度家庭,為了維護家族的名聲,先後將三個女兒謀害,然後假裝成車禍。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去我們的頻道裏看吧! 現在我們回到這個案件,根據朋友韓先生所說,由頭到尾,她都沒有感受到男朋友崔先生在擔心和焦慮,崔先生甚至沒有流過一滴眼淚。 收到消息的當日,趙恩愛的姐姐也來到濟州島,完成了最初幾次的手術之後,趙恩愛就被轉移到首爾醫院,在醫院裡毫無意識地睡了十幾個月。 之後趙恩愛最終都離開了人世,期間崔先生再沒有來過醫院探望趙恩愛,趙恩愛的媽媽曾經試過聯繫趙先生,希望趙先生可以聯及救情,來到醫院探望一下趙恩愛。 因為媽媽認為趙先生的探望或者能夠喚醒趙恩愛部分的意識,但是趙先生拒絕了。 2019年11月12日,案發之後的第三日,趙恩愛的家人打算去她出租屋那裡收拾一下她的物品,竟然發現家裡的密碼被更換了。 家人找來大廈管理員翻查閉路電視,結果發現在案發不久後,趙先生曾經兩次進出趙恩愛的出租屋。 第一次離開時,拿走了一部手提電腦,第二次離開時,她更換了密碼。 當趙恩愛的姐姐問趙先生為何要更換趙恩愛單位的密碼時,趙先生表示,因為她擔心在趙恩愛住院期間,會有人來到她的單位拿走裡面的物品。趙恩愛單位的密碼只有她家人和趙先生知道。 而趙先生擔心誰會拿走趙恩愛家的物品,其實不然而遇。 女朋友還躺在醫院身死未預約,而趙先生就只是想換了單位密碼,拿走手提電腦。 會不會在單位或手提電腦裡有一些趙先生不願意讓其他人知道的物品呢?趙恩愛的家人覺得趙先生正在毀滅證據,希望警方能對趙先生做出準一步的調查。 但是最終2020年3月6日,趙先生只是因為毀滅他人財物而被罰款五十萬行員,相當於大約港幣三千五百元左右。趙恩愛的家人知道之後,對於警方的處理手法極度之不滿。 今次這件案件,我們會分為上下兩集,今集講到案發之後發現的奇怪錄音內容。 男朋友趙先生在案發之後,不但沒有顯得特別傷心,而且之後還轉入女朋友的出租屋,拿走相關的物品。 下一集我們又會詳細剖析不同的數據,包括汽車行車記錄儀,以及實驗數據,用來還原事件的真相。 我們今集就來到這裡,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記得訂閱我們,以及按下旁邊的小鈴鐺,因為這樣你才會收到我們外面的通知。 我們下一集再見,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